不過說到這個金宇正 她真的是非常的神秘 因為早期她非常的少出現 她的生日是一個謎 那麼她到底有沒有結婚 有沒有小孩也是一個謎 這個神秘手段又非常凶狠的女人 現在儼然是北韓的 新一代女暴君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金宇正這個女生 剛才那個正義老師 也解釋很多 對 她的長相真的是 我一看就是很刻薄 鏘腳那種 我跟你講她從來那個 你看人家從45度角 她不會對著妳低頭這樣看妳 可是大家覺得說 金宇正現在長這個樣子 這跟長白山雪脈有關係嗎 對不對 人家覺得說陰島的人 長相應該都會晃晃晃晃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個金宇正年輕的時候 這張照片 你看 這個一看就跟金小胖一個模子 不知道還以為他們是雙胞胎 龍鳳胎 所以可以證實 她就是長白山雪脈 所以她這個時候 金小胖當她不見的時候 為什麼這樣看起來 就是金宇正接班對不對 其實很多脫胚者 以前當初就是跟政要 曾經跟金正日 就是她爸爸有碰面的時候 就曾經就談過這件事情 他們就講說金正日 當初就講說看到這個金宇正 她就說這是我的小甜甜語正 小寶貝語正 還跟人家講說 她是有很強烈的政治判斷能力 很精準對不對 所以她說她只要是男的 我一定把那個權位傳給她 就不會有金正經人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她能夠起來 帶領整個北朝鮮的話 這大家覺得不是很奇怪 可是畢竟她還是一個女流之輩 在北韓那個傳統的社會裡面 你說女生妳要出來的話 妳要掌權的話 不大有可能 因為人家覺得說你女婦的 你關這裡的女婦 我們這裡軍人 這裡傳統的又怎麼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一次在炸開漢工業區的 在開城工業區的時候 那個判斷是精準 他是恐嚇你南韓三天之後 三天之後他馬上就動手 而且他接下來還說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金剛山的那個風景區 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 金宇正炸這個東西 大家覺得說 你好像很強勢對不對 其實他炸這個金宇正 北韓只要花炸藥錢就好了 因為這全部都是南韓蓋的 所以炸完都沒關係 可是你知道嗎 金宇正他接班之後 人家為什麼會覺得很好奇 因為所有的資料 包括以前美國財政 還有歐洲的很多財政機構 他要把他列為黑名單 因為是要調查他 對啊 因為韓國說實在 他是違反人權最主要的 北朝鮮 而且他們走私洗黑錢的話 都是北韓在幹的 所以一定要把他列入黑名單 可是完了 你要把一個人列入黑名單 你竟然連他的出生日期 都搞不清楚 所有的資料裡面有1987 1988 1989 對不對 那到底哪一年生 而且只知道他結過婚對不對 那他老公到底是誰也不知道 現在大家之前還在傳說 他可能是嫁給他的一個大學同學 現在當一個教授 另外也講說 一個下級黨部的兒子 因為他不想要普通政治私家 不想要讓人家太注重 可是現在我看這個情況起來 出來的話 比較有可能是一種說法 他是嫁給北韓的第二號人物 崔龍海的赤子叫崔成 因為崔龍海之前曾經因為失事過一段日子 對不對 可是幾年之後 他就是因為他的兒子取了金與正之後 所以他又付出 現在重新掌控北朝鮮 又坐穩第二把交椅的位置 所以這是極有可能的 那我說實在 其實大家講說 金與正到底有沒有很兇殘 對不對 其實最兇殘的是金小胖 金小胖 我跟你講金小胖 在北韓裡面很多人都覺得很恐怖 你知道很多現在從脫北者 越來越多的時候 把以前他們在北韓的所見所聞 全部講出來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林熙岩對不對 林熙岩他以前在讀音樂學院的時候 他就講說有一天在學校的時候 突然間所有的學生被叫出來 結合在大操場 要做什麼 因為要公開看砲掘 砲掘 我們以前都對砲掘 好像都只聽到聲音 不知道實際情況對不對 後來他講了說 什麼叫砲掘 他們是用高射砲 還不是一般砲 以前人家講說用破擊砲 可是破擊砲說真的 那個範圍比較小 他後來是用高射砲 因為他們那時候抓到什麼 北韓有11名音樂家 涉嫌拍那種情色影片 在北韓那種地方 在情色這個是 對 這只有領導人 大元帥才可以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亂搞對不對 所以他就被人抓過來 抓過來綁在高射砲上面 就這樣所有的人 圍在那邊操場大家看 遠遠的看高射砲 綁著人在那邊 他砲一點到砰砰砰 那個人就這樣直接 用砲檔這樣打出去 碎片跟血跡 是從天上這樣天女上花散下來 剩下來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屍塊 怎麼辦 他還派戰車去給你撵過去 撵著肉餅 沒有人可以吃得下 那個屍塊是用戰車這樣黏 黏成這樣一堆一堆都是爛泥的時候 你怎麼吃得下 你只要看到絞肉 你就開始噁心了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啊 對 這是死刑 那你如果說沒有死的話 我把他關在監獄裡面 我是不是好一點 我跟你講 關在監獄裡面叫生不如死 更慘 對 另外一個拖杯子叫金光瑜 他就講 他找了一個專業畫膠 把他當初在監獄裡面 所見所能畫出來 你知道嗎 他們裡面三不五時 叫三檔打你知道嗎 而且因為北韓有良荒 你都已經被關在監獄裡面 隨便吃吃就好了 沒得吃的話 這等準給不要吃了對不對 那怎麼想辦法 叫他去抓青蛙 抓老鼠 吃野味 對 野味 所以你看把他抓出來之後 而且你知道他們那個 每個人關的那個牢房那個門 跟狗洞一樣對不對 如果那個被抓去關的 你要進去他就用踢的 用擠的 對不對 幫你當人 對啊 那如果比較小 像中博這樣 比較瘦的 苗條的 他鑽進去當的很簡單 要是像我這種的 你說要叫我鑽進去 我怎麼鑽 沒辦法 後面就一堆人硬踹 所以你過了那個洞之後 就全身擦傷這樣 是 出來的時候 又把你拖出來一次 那很可能 好 那這個是一般的牢房 可是他們有形形你知道嗎 最恐怖的一個叫做鴿子形 這是什麼形 鴿子形 說實在好就是用手銬 把你兩隻手綁在一個那個 吊到後面去 對 拉在那個欄杆上 吊在上面之後 你人不是成這個形狀嗎 像鴿子在吃東西 像鴿子在吃東西 鴿子在百分之間 都把兩隻翅膀拔在後面對不對 就讓你這樣捶這樣 捶在那邊之後 他就開始用胸部有沒有 拿那個木樁 大隻的條子 開始撞了 撞整個 你會躲到一躲 如果沒那麼好 你就躲到一躲 死我沒在騙 所以你看 鴿子形一次三天三夜 所以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熬不住就走了 最近這個是戰爭頻傳 像是在中印邊境 就爆發了戰爭 而且死亡人數是53年來 這一邊最嚴重的死傷 但是我要問一下社長了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中印邊境的戰爭 他們竟然是徒手 或者是拿木棍拿石塊 毆打對方 這邊沒有武器嗎 有 但是所有武器 在這個地方變成玩具 真的啊 對 所以講狼牙棒石頭 在這邊非常有效 那我要先講一下 這次中印衝突 暗夜跌寫 它死亡的那種狀態 戰爭死亡的很少 在這個自然地形地後 讓你死亡的會更多 那我們大家都要關心說 如果這個中印在這邊 一旦打了起來 全世界排名第三的軍事大國 中國 排名第四的就是印度 老三跟老四打起來 那不是世界大亂嗎 對啊 但其實有很多觀察家在觀察 在觀察說 這一仗不容易打 不容易打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敵人不是印度 印度的敵人也不是中國 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就是他們邊界 他們中印邊界 從這個所謂的克納昆仑山 這邊是新疆 克納昆仑山 一路延伸過來到喜馬拉雅山 這將近2000公里長的地方 它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 一塊高原地帶 你要在全世界海拔最高的 高原地帶 它其實是你的敵人是天后 是地形而不是對方 在這邊如果一旦打起來 那個非常殘酷的一種狀態 戰爭狀態 不是因為你火炮 不是因為你槍 而是因為寒冷 或者剛才講的那個地形地厚 我特別講說 為什麼不容易打 因為在這邊你要付出那種很殘酷 你像進入第18層第一那種地方 去跟面對死神在打仗 而不是跟敵人炮火在打仗 我講1984 1962我們知道中印衝突 有一個小規模衝突 那個大家都清楚 但因為中印衝突 它本身的那個歷史記載比較少 所以我特別講1984 1984是當時在 剛才講 克拉昆仑山這邊的南邊 有一個叫西亞禽冰川 西亞禽冰川長達70幾公里的一條冰川 很深很厚 夏天的時候在溶雪 那個水流下來 可以供應很多很多成份 用水無遺 所以印度在征這個冰川的控制前 中國也在征 巴基斯坦也在征 那當年1984的發生衝突 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 在事業的時候兩邊衝突 開打 開打 印度調了一個三地獅上去 因為三地打仗 我特別精精 那個特別練 練就了一個精算師 一個三地獅 就上山了 巴基斯坦也一個三地獅上來 兩邊在這邊對打 那當時歷史就描述了很多細節 這種地方多可怕 他說你上來說 剛才講所有東西 你這種現代火炮上去 你變成什麼 變成玩具 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這個地方它海拔超過五千公尺 西藏拉薩才三千六而已 這邊更高 西藏拉薩 這邊是五千公尺到六千七 到六千七 所以你這邊在打仗的時候 所有火炮上來 第一個你噴到一個問題 高原地帶 它有上升氣流 有沉降氣流 有大風 大風隨便一吹就是巴基風以上 等於侵突颱風至少 至少 所以火炮在校準的時候 你在平地沒有這個問題 你在高山上 他說它裡面有一個火炮 有一次一打 它校對得很準 裡面它有附那個什麼 雷射 雷射測距 測距 幾公里都很亂 算得很清楚 結果一打 火炮落點都這樣 那個觀測兵一看 火炮落點 相差五公里 這麼遠 對 所以它這麼瞄不準 瞄不準 因為它氣流會把你抬深 風一吹會把你偏差 所以火炮都這樣 那你不用講什麼火箭筒 那個拋 我們講拋車性的武器 幾乎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這是火炮 第二個是 我們一般平原作戰有戰車 對 這邊你戰車上去沒有用 第一個你會噴到雪地 它雪地 它一連 這個地方它一連 大概有八個月 在零下四十度以下 這麼冷 零下四十度以下 對 有八個月 大雪風山 它大雪大概 通常會保留四公尺 到十公尺 山的那種大雪 你戰車怎麼在這種雪地走 根本就整個 人走都沒辦法 對 所以運送補給也有困難 戰車也有困難 而且戰車在這邊走 他們叫說那掉輕型的 輕型那個輪帶的戰車 比較可以在雪地上走 結果也是一樣 噴到不是雪地的問題了 噴到什麼 空氣稀薄 這個地方空氣 高原空氣大概比平地 少了百分之三十 是 所以你那個引擎 引擎燃燒會不安全 那不只是人沒有空氣吸 引擎你燃燒火不安全的時候 它會走兩步 噔噔 好像故障 所以他說你在這邊爬行 像烏龜一樣 現代武器你上去 根本沒什麼作用 然後他們好不容易運送上來 用羅馬推 用人這樣送 送過來這種大炮 你知道這種大炮 它上面不是有鋼管 旁邊都有鋼管 有鋼質結構的部分 在這種陰天血地裡面 你人的手 只要去碰到這個鋼管 碰到這個鋼管 15秒 你手就連在上面拔不下來 那就是節肢的命運 你手要砍斷掉 要不你沒辦法拔下來 或者你要慢慢的溫度 把它慢慢慢慢再溶解 所以根本沒辦法開槍 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在士兵在開槍 你知道我們開槍的板機 要扣板機 扣板機 那個板機其實有一定的規格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你手指伸進去扣 但問題太冷 所以你一定要戴手套 你沒戴手套 跟剛才講的一樣 你扣板機 一扣表裡 手在那邊瞄準的時候 手就變成這樣子 連在那邊 問題是你如果戴手套 那個手套你穿不進去 規格太冷 所以這邊會產生很多問題 當年1984死亡的人數 兩斤對打死亡的人數 總共1萬 真的是被槍火炮襲擊 打中打死的不到2000 有8000是死於這樣的 自然氣候裡面 所以非常可怕 那另外他說 好那我們用直升機可以 高三年我直升機 就不會有雪地問題 他上次也是一樣 1984巴基斯坦 派了一架叫米巴直升機 上 飛到這個高空的時候 飛到這個高空 他那個直升機已經改良過了 等於高原用的直升機 是 飛到這個高空 突然遇到剛才講 那個沉降氣流 沉降氣流 一下子他說10秒鐘裡面 摔了800公尺 10秒摔800公尺 是什麼概念 戰鬥機輔衝的一個速度 所以這個 你要運送補給的東西 根本就自己渾身碎骨 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地方是非常可怕 人家說人間獵異 在這邊打仗 你不是注意對方敵人怎麼樣 而是注意這天后的一個變化 那你看 中國在西藏地區邊界 跟中印邊界 有蓋了一個哨所 你就可以觀察到這邊地方生活 是怎麼樣的生活 這個哨所叫沾娘舍哨所 當地人叫他 住在這邊的軍隊 叫他叫雲中哨 他很高 他在雲裡面 其實你看 他是蓋在這個山 山體淋線上面 對很短 旁邊是那個 你看那種尖峭的一個峭壁 對 海拔4600多公尺 剛才講打仗是要5000公尺以上 他這件4600多公尺 已經是苦不堪言了 你看他們如果要補給的話 下山最近的村莊補給上去 走中雪地這樣上來 往回一趟要六個小時 這樣子走六個小時很累 那這邊零下 大概每年11月開始到隔壁的6夜 大概在零下5度到20度中間 這樣都已經這麼辛苦 那他們講說多可怕了 這個地方有所謂爆雷 在高山上那個爆雷區 那個爆雷它每天下午 一點裡面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 每天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就爆雷打下來 準時那個時候就有爆雷 準時 對 大概要打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那他們這邊所有裡面 住在這個掃手裡面的士兵 雷一下來他們就往裡面衝 從大家抱在一起 他說他們剛去的時候 嚇到什麼 叫大家抱在一起不敢呼吸 因為那個雷把那個整個屋頂 打破一個大洞 光就直接衝到屋裡面來 他說他們看到一團 像那個籃球一樣大的那個火光 在屋裡這樣飄盪 所以他們真的非常辛苦 這邊的水也沒有 這種地方沒有水 所以他們一定要下山去運水 那下山運水你看 他們走在這種雪地上 他的腳是陷在 這個還算比較夏天 現在雪地 陷在雪地裡面 所以他們在這邊那種生活 他們苗球爆雷 然後一連大概只有三四個月時間 是那個乾季 其他都是雨季 風雨雷電交加的一個高山場所 你單是這樣平常的生活都已經活不下來 兩邊打仗的時候 打仗沒有辦法這麼好 這麼好的一個不知不及 所以你說這種高原戰爭要打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中藝兩國都深深知道說 這個地方如果一打起來 等於把自己的士兵推向一個死亡的一個境地 市長這個缺很篩潰 是 這樣沒辦法打仗士兵 其實印度剛才 印度其實也最近也在練一種女兵 印度練女兵說說他們 因為上山女人的那個耐受力比男人好 所以他們在訓練一批女兵說 是不是用女兵到這種高原地區站 會不會效果比男人還好 聽從想要邀請您一起加入YouTube會員 每個月只要兩到三杯手搖引的價格 你就可以成為我們頻道的專屬會員 擁有專屬於你的徽章 同時你還可以觀賞到 我們為你做的獨家影片 歡迎一起來加入支持我們 為大家創造更好的影片